第1次迷赛亚活动 嗨大家好我是非正规实习生UNI 经过了一个礼拜的联名活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次的迷赛亚活动的关卡设计上 其实有许多致敬Zex的元素呢 比方说在关卡中出现的传送门 就是致敬Zex他需要在各地图间探索以及传送的特色 另外整个关卡地图也是参考了Zex的风格来进行设计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关卡以及故事剧情 今天我们就来补充一下Zex系列的世界观 还有Omega这个Boss的介绍吧 Zex的时空背景是设定在Zero系列故事结束后的几百年之后 因为大战结束人类与思考型机器人能够共存 但是依然存在的非正规品 偶尔会发生袭击人类的事件 此时世界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人类生存在相对安全的内部 而外部则存在着随时被非正规品袭击的危险 Zex系列是洛克人系列作品当中 首次拥有双主角可选的设定 如果选择男生主角 则会以Benz的身份开始故事 而女生主角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爱儿 在Zex当中战斗形态就是使用生命金属来进行变身 而主角就是X与Z生命金属的适合者 可以透过生命金属变身 来使用X与Zero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X-Dive里爱儿可以使用生命金属技能 并且变身成Model Zex的原因 稍微补充一点 主角在取得Z生命金属的过程 其实有一段还蛮复杂的剧情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去自行游玩一次Zex系列 来做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我们来谈Omega Omega原本是洛克人Z30的最终Boss 在Z系列的百年前发生了妖精战争 拜鲁博士基于截弱的身体机能 因此他创造出了一个截弱的复制品 并且将截弱的意识植入那个复制的身体中 也就是Z版的截弱 同时他将截弱原本的身体改造成Omega 并且让他加入了战争 但在战败后却被政府流放到宇宙 一直到洛克人Z3的时间线时 才又重新回到地球上 这就是Omega诞生的经过 在Zex中 Omega则是以隐藏Boss的姿态现身 打败Omega可以获得Model Oi 并获得一个新的变身形态 希望能让玩家对于这个角色 能有一丝丝的了解 最后 我们来对这周推出的新限定武器 破灭光剑做个介绍吧 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就有出现过破灭光剑的小图示 所以有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讨论 想必大家也都猜到了吧 破灭光剑的设计来源 就是CopyX手中的武器 它的射程非常远 同时射速也非常快 在命中目标后 只要目标维持在锁定状态 并再次命中的话 伤害就会提高 这个被动技非常有利于打Boss或是PVP 你可以站在远程狙击对手 现在他还没有办法靠近你的时候 就已经受到伤害了 以上就是这礼拜的非正规情报战 我们下次见 掰掰